回到台湾贵团 农历年前其实大家忙着要来准备过年 不管是要采买或是准备发红包钱 真的很重要 那对银行业来讲 本来就够忙的人民币业务 在今天这个时候开放 银行业大致昏天地暗 至少这三天恐怕日子难过 但是日子难过的同时 也象征的大家要报台币来换人民币 就是表示银行要开始在赚钱了 为什么大家用这么好的利率 吸引这么多的资金 能够转换成人民币 因为对各家银行来讲 接下来要好好的操作 这个所谓人民币的业务 它必须有足够的资本 就是说人民币的钱 要累积到一定程度之后 它操作起来其他商品 才会有利可图 才会有空间 才能游刃有余 所以现在那么好的利率 大家要把握 赶快去做一个处理 如果你要相信人民币 或是想赚这个短期的利率的话 但是我们说真正外币的存款利率 里头来看到人民币 当然不是最优的啦 我们今天为大家来做整理一下 现在最优势市场上 最好的行情是什么呢 依旧是刚刚有点到的南非币 好来看看 现在外汇存款谁是比较棒的啦 南非币 我们这是台银的一个利率 我们来以台银的为准 三年息3% 澳洲年息2.45% 纽西兰币1.35% 人民币在中间1.1% 这次年息真的是不高 但是我们刚刚说到 如果三个月期的话 可以飙高到6.6 大家可以好好来注意 加拿大0.95 美元0.8 虽然不高 但是全世界以它为规范 以它为主 毕竟是老大哥 但是它不需要高 大家抢的还是要买美金 港币0.3 日元更低了 0.15 所以齐芬姐刚有聊到说 其实现在这个时刻 人民币的操作 是不是只适合短天期呢 刚讲说呢 市场上的一个变动还很大 央行今晚会也在看 到底国人多么青睐人民币 这波市场上百花齐放 很多的利率都出来 这个时刻 钱数全部会流过去 流到一定程度 央行手早就放在那 随时要来收 所以这个时候 我们该怎么看你 如果真的有多余的钱 想做外币投资 多人民币之外 应该怎么一并来看看 外币的存款 其实我们如果要做 外币投资的时候 其实大家一定要注意到 两件事 第一个就是 不能够只看利率 因为影响外币投资 最重要的其实是汇率 而且汇率的波动 它常常都是 就是说其实大家都说 全世界最难预测的 一件事情就叫做汇率 因为这个各国央行 他们当然都有 他们自己的盘算 那什么时候 会去做一个变动的话 其实我们一般民众 是掌握不了 那我们通常去做定存 可能至少你是三个月 或是更长的时间 所以在汇率的部分 我们其实不是那么容易掌握 所以当然 就是说长线趋势来讲 我们一定要去寻找一个说 它的币值 长期是看升值 这样的一个角度 去做选择 那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 确实人民币 是一个不错的一个选择 那但是呢 因为它还在一个 逐步开放的过程 我们过去几年看到人民币 它是只升不扁 就所以大家会认为说 这个是不错 可是当然未来 我觉得在中国大陆本身 他们对于这个汇率的态度 未来一定会让它是波动 空间变大 它不会说只升不扁 这样去走 所以变成说 我们未来真的要兑换 人民币的时候 有时候也是要稍微 注意一下汇率 我举个例子来说 大家认为说人民币 只升不扁吗 其实也不尽然 在去年的这个17月的时候 其实人民币曾一路 它大概有回变到 6.39兑美元 我就兑美元的一个角度去 可是呢 它到年底的时候 去年底的时候 它的汇率升到6.20 那所以就说 在这个半年之内 事实上它整个汇率的波动 是2.7个percent 就是半年之内 汇率它的波动是2.7 那你如果说 你的存款利息是2个percent 那事实上就等于说 全部吃掉了 对不对 所以就说 大家不要认为说 它的汇率是只升不扁 它其实是有一点波动风险 还是在波动状态 不过当然 以现阶段来讲 我觉得在台湾这件事 比较不会发生 怎么说呢 因为我们刚刚说 才刚刚要开办人民币业务 所有的人可能都很想 赶快急着把台币换成人民币 所以反而我们短时间内担心的是 台币会不会因为大量的资金 去挤兑人民币 所以反而变成台币会贬值 所以这变成是说 反而因为这样 所以我反而现在去存人民币 是有利可图的 相对之下 所以这变成是说 其实大家未来也是 要开始去学习 那么台币跟人民币之间的汇率 是怎么回事 因为比如说以澳币来讲 我觉得可能就比较还蛮好操作 澳币只要跌到1.05以下 你可能可以买一些 对美元的汇率 你可以找到一些空间 那涨到1.1 那就是高点 那你可能在中间 你可以做一些操作 可是台币对人民币 是什么样一个汇率关系 那我觉得未来大家要去学习 好所以今天我们就看到 这到底是对多少 基本这样的数字 一人民币换多少呢 4.73654821台币 这是中间还是买进还是卖出 都没有讲清楚 对这是很复杂 所以分析室有点到 中间还是买进卖出 差就在这 但是我们刚刚点到 如果大家真的都去买 这个买人民币的话 台币相对会跟着扁 日币在扁 我们已经很大的贬值压力了 那如果大家都去买人民币 继续扁分析室 那对我们大家都好吗 来先跟各位报告一下 其实刚刚欧老师 有谈到一个重点 我刚把它整理成三个点 第一个 其实这个是加速三通 哪三通 人流物流金流 两边的三通 其实过去我们在谈三通 其实人流物流金流 这是最重要 这个是第一个 可以加速三通 然后第二个部分的话 是可以健全市场 什么叫健全市场 有一个数字 这没有人敢承认的 台湾每天地下会队 在平日 大概有20亿人民币的 一个所谓的地下会队 在跑 那如果是大日子 例如说五号 月底 高达50亿以上的人民币 在做地下会队 那做地下会队的是谁 很多是那种黑社会分子 很多是那些 淫楼的老板 可是现在这些 不行了 全部都到台面上来 所以过去有所谓的买进价 有所谓的卖出价 有所谓的中间价 那个好复杂 先跟各位报告 这三个价格 都比刚刚所谈论 那个利率的跳动还大 都比那个跳动利率还大 所以我认为 这个可以健全市场 再来多样选择 什么叫多样选择 过去我们 没有人民币可以选 过去台湾好多人 都要跑到中国大陆 去做开户的一个动作 现在直接在台湾做就好了 可是 这个可以让油吃的一个部分 可以让所谓的利率市场的部分 做有效的比价 为什么有强势跟弱势 所以我认为 加速三通 健全市场都要选择 在这种情况之下 可能短线会有利弊的一个状况 可是我认为利会大于弊 好的 我们广告回来继续讨论